大甲媽繞進來到屏東 還參加東港玩船的 開光點睛儀式 一旁民眾也準備了在地美食 要給大甲媽的隨行團隊 補充體力 看起來歡樂的氣氛 卻在前一天出現狀況 抱歉啦 抱歉啦 等來這裡我們都好好照顧 因為我來查清楚 不少穿著制服的大甲媽 團隊人員身體不適進到醫院 雖然有人還能站立 有些卻得躺在病床觀察 因為他們疑似食物中毒 從2號下午4點多 陸續有人出現上吐下瀉 甚至腹痛 全身貪圓 這個飯湯可能 有的我們中部有的比較不適合 是甚麼 每一個都已經沉冰安 都跟他們送回來 跟他們捏我們的效果的地方 原來大甲媽百年來 首度到屏東南巡 2號一早從市區往東港途中 除了有不少信徒準備餐食 下午2點左右抵達香客大樓 也有飯湯 生魚片等各種美食 沒想到2個半小時後就出了狀況 截至3號上午統計 共74人送醫 還有1人住院 2人得特別觀察 多數病患設施食材多元 以採集製作食材的環境檢體 及人體檢體送相關單位檢驗 還好3號隔天一早 沒有影響接下來的繞境行程 只是這起疑似食物中毒意外 病患人數太多 移動距離太長 加上當天屏東早晚溫差大 到底是哪個地點 以及何種食物出包 恐怕人得查個清楚 TVBS新聞葉鳳達評論報導